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不一样 新的创业者就要起引领产业变革 这洞见就是看到产业的未来 所以说现在洞见原来是企业家了 什么很多人在做 在硅谷开始把洞见引向创业者 引向这个人是KK 所以硅谷是重视洞见的第一个地区 但是真正洞见来自中国 所以想说真的洞见来自中国 等一下再请你展开解释 所以夏淳博士你觉得洞见如果总结是什么 首先我感觉用硅谷的话 硅谷的这个英文的语境 我们比较多的讲着insights 就是说你要把握一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那么像我们做天使投资 我们就是吃着饭的 一定是在风口的时候 在风口的时候去投资的话 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我们来说 所以天使已经在之前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长城所发布的报告 我觉得非常欣赏 我们是同路人 而且尤其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过去我自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我觉得我们一会有机会可以再多交流多沟通 非常好 吴总你觉得什么是洞见 我一方面作为长城所的学生 同时呢也是这个企业创新这块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今天站在硅谷 站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呢 我谈一下两点我的看法 第一是美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亚斯贝尔斯 他创造了一个哲学名词 就他独有的一个哲学名词叫统社 统一的统社区的社 按中文解释就是你站的高你才能看的远 这就是洞见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就是开开 开开就是说未来影响未来人类社会的两个关键词 第一形成 第二是成为 就是说未来人类的社会 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以及他的生活方式会形成一个什么样新的格局 那在未来即将形成的这个新的格局当中 你今天能成为什么 这个选择就显得极为关键 这个选择这个点 我觉得就是长城所强调的这个洞见 来看的话 硅谷它还是世界创新之都 那么这也涉及到东西方两边的一个思维模式 那么你说 未来的洞见在中国的你的这个依据 是从文化还是思维模式 还是历史 我不是说未来洞见在中国 洞见的思想渊源在中国 洞见的思想渊源 就是中国人面对新事物 以思维方式 本质上比欧洲人 美国人要强 这是我这次来到 强在哪里 强在哪里 就是最近在美国一本书叫快思维慢思维 大家看得如醉如痴 说这部书非常有名 但在中国人看来 这是一个当然的事 遇到一个事 连个老太太都会马上做个反应 怎么办 这中国人的快速反应 比如说 我去在美国一次买手机 给了他这个钱 他不会少钱 我就感到很吃惊 就是怎么逻辑呢 就是中国人 善于在紧急情况 快速决策 而且在世界是个变化太快 不确定的世界 不确定的世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利的 你它综合的 有任何变化它就会反应 美国的反应要很慢 但中国人慢思考有吗 当然有 中国人会打坐 会静思 会学习 这个 所谓慢思考 就是一个打坐思考的过程 快思考是任何事 它能决定 东核心思考 这是一个 比如刚才他说的这么半天 说是个好像很复杂 但中国人不是复杂的事 每个创业者 每一个人 他都有东建力 但是 你是不是去打磨你的东建力 是不是让东建力 在你创业中 能够占有优势 能够让你的创业更伟大 这是你的修炼的问题 你要在东建 在未来展望 你要下功夫 所以 这次我到美国呢 从东到西 应该是 就是从博尔敦到这 一路上 都有问 人们问 为什么中国人 能够 进行装这么快 我说 本质上就是东建力 本质上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变化 速度加快了 需要更快的决策来应对它 中国的企业家具有先天的优势 所以说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动建力 在中国的竞争优势 第一大原因 所长刚刚讲到说 这个动建是来自中国的 那么他举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挺形象的 就是 中国人可以在海量的信息当中 迅速的厘清之后呢 最快速的做出反应 而美国呢 你的找个钱呢 他一定是要拿计算机慢慢算 因为美国人普遍数学比较差 而且我发现我们到了美国以后 数学更差 我们数学也变差了 这感觉 但是 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 动建来自中国 而且中国人能够在 很多复杂的这个信息中 能够海量的信息中 迅速的做出反应 能够去做决策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创新企业 尤其是科技创新企业 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夏淳博士 你觉得这个 从动建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美的科技创新企业 它在动建上 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今天讲这个动建的话题非常好 因为它器重一个创新文化的问题 一个要害 因为我在清华讲过很多次讲座 是讲后现代主义 与这个硅谷的创新文化 因为动建刚才我们今天这个许总的讲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它实际上是我想你们因为经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跟这个西方的后现代的哲学 它最后是有一个很相近的连接 对吧 尤其是我们如果展开 稍微展开讲一讲 比如说解构主义 Doreta这个解构主义 它到最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临门一脚 再往下踢一脚就进入禅宗了 对吧 就很接近很接近 那么它整个对咱们这个硅谷的 尤其硅谷你要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在美国也是蛮特殊的文化 因为它是在这个湾区 而湾区呢是美国的自由派大本营 这个从六十年代约战什么都是这样闹起来的 然后呢最新的一次这个科技的浪潮也是在闹起来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YB2.0 因为YB2.0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革命 是一个文化运动 是一场文化运动 就是颠覆一切 颠覆一切权威 对吧 就是全部都是平民化 然后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共享经济啊 Social Media 社交啊 一切一切都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不是一个技术的产物 技术是一个根基 对吧 这些都是一些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础 那么这些基础呢 我们再回到洞见这一点呢 在中国人看起来我非常认同 王所长讲 中国在中国呢 这里面呢就是given 对吧 所有的事情就是中国人大家看就是天生 我们天生就会这些 所以到中国比如说我们做共享单车 就是一切都很自然 发生都很自然 该怎么就怎么做 没有人事先去规划如何如何 它就自然就生长起来 而且发展的非常迅猛 那么讲到科技创新呢 我们能感受到比较明显 从投资角度看的话 什么类型的在项目在中国发展特别快 就是在应用层面 因为应用层面是讲大综合 讲究大跨界 对吧 很多很多这些方面 这个我们发展的可以说野蛮增长 发展的非常迅猛 这个是我们产生独角兽的数量 会非常的快 所以我也很认同长城的长城所这些报告 那么我们的短板的这个肯定是在这种基础性的 核心技术的这种研发 对吧 因为这些呢讲起来就是有点像王所长讲的这个 比如硅谷或者说讲到128在波士顿 他有一些非常用心 包括在硅谷里面仍然现在还是有很多很顽固的人去打磨 很有匠心很有工匠精神的去打磨一些很尖端技术 这个还是需要那种就是和我们这种不确定的 或者说不单纯的不单一的没有单一指向的 没有一个单纯价值观的这种思维呢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方向 你要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这是我们这种核心的研发 中国现在还是欠缺 所以这点应该可以看到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人是要决定的时候迅速决定 需要静下心的时候专门打坐 然后静下来 这刚才呢 那吴总说到就是说这个洞见是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站得高这个非常重要 但这个高它指的是什么样的高呢 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样的高度较高 或者以你的行业为例 你觉得说站在你的行业的一个高度的话 你能看到未来的五年十年是个什么样子 我讲的高度呢是集于对人性的深度的把握 就是你在对人性的理解驾驭的这个深度上 你要是能够扎得越深的话 你看问题的高度可能就相对了 这是个对称 你对人性的理解是什么 这是个对称 上我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谈一下对王所长这个洞见的这个理解啊 就洞见的发起者 洞见的这个创新者 洞见本身的这个驱动者 也就是创业者本身呢 可能有个它的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 这两个可能是影响它是否能够有洞见 或者是是否能够找到或者说驾驭洞见的 两个前提条件 中国有句话叫支持而后勇 我刚才听王所长和王所长团队 在介绍这个洞见这些想法的时候呢 我就联想到一个词叫 人在有的时候呢就支持而后才能有洞见 你比方说在美国咱们谈那个乔布斯 大家可以想想在大概15年 甚至将近20年前 就乔布斯在面临他第三次人生的危机 人生的痛苦之后 也就是他被苹果的董事会赶出来之后呢 在外面他差不多飘了将近十多年时间嘛 飘了十多年时间呢才 后来又被苹果的董事会请回苹果 那这十年时间对乔布斯而言呢 是极其羞辱的十年 是他人生失败的十年 是他耻辱的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呢 他就跟进了地狱一样 你说你到了地狱的时候呢 他才能够掌握 才能够看见 才能够理解 未来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当中 用户的人性的需求在哪 实际上一个智能手机 苹果手机 按我的理解 乔布斯死了都五六年了 我就没看见一个人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去研究乔布斯 知道吧 什么角度呢 就是乔布斯在创造 苹果商业模式 和具体的这个 苹果手机的这个应用 这个体验和相应的 这些功能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立足于 两个基本的人性的需求 第一 我每一个人 哪怕我是一个乞丐 我也希望通过一个 智能终端手机 和美国的总统一样 能获得发现信息的这个资格 这是第一个人性的需求 第二呢 同样是一个手机 我能够像你总统一样 向全世界发表我的想法 就信息的采集和发布 这两个需求呢 是乔布斯能看得见的 未来的人性的 在移动这个领域 移动互联网通信 这个领域里面 两个洞见 我就说一个创业者 他没有 不曾进入过地域 或者不曾体验过那种 耻辱的那种 有那种经历的时候啊 他是无法有洞见的 这个刚才吴总在说 这番话的时候 也就联系到他自己啊 在当时的这个企业做到 还在在20年前 就就赚到了这个 上千亿的时候 然后再让他呢 跌入到人生的谷底之后呢 再重新的反弹 去思考这些事情啊 嗯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认同 就是你刚刚说 对人性的洞见 因为我觉得这个 整个我们讲的 洞见这回事呢 它不是科技 它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方式 是一种文化 甚至说是一种人性 那刚才徐总也说到 就是在千变万化之中 找到不变的规律 那么千变万化当中呢 不变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所长 就是所谓不变就是道 在中国话中就是道 说任何事情你能 中国人一个特点啊 你不管搞什么新事 你能求道 求道最终的那个解法 这个道 就更根本的 说比较现代社交化 现在在中国最 创业最火热的 是三个 叫分享经济 平台经济 和智能经济 这三大经济 这个可以说呢 每个人 不管你是干什么 现在有个说法叫 任何事儿 任何产业 任何资源都可以分享 你想把企业家资源分享 把企业经验分享 这个任何分享 怎么去分享 这个第一打车 探出一个模式 让人上场抢单 这个模式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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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发展出了二十五万世纪 现在说 印度 这个没搞成 印度一个分享 他说 滴滴打人 干嘛 印度不是不安全吗 任何都要有人不安全的 马上再把企业 他的亲朋好友都过来帮他 第一打人就是一间安保公司 这个也是发展非常幸运 在中国可以说 是房子分享 车分享 都已经是小儿科了 现在到了经验分享的阶段 现在所谓的 出现了有二十多家公司 果壳啦什么 都是知识分享 付费 支付费 这个发展非常快 而且 那么再说呢 我们这儿 加州的 它阳光能不能分享 加州的农田能不能分享 都能分享 我希望分享 这些角度上 这什么是道 就是每一个点 你不管是什么事 你能够真正下功夫去探索 这和吴云刚才说的很对 不是什么容易的 你只要下功夫 你才能找到那个道 找到 找到 找到以后就会发现很容易 找自成长很快就起来了 所以说未来二十年 中国人 中国人还会大量的 在分享金领域 出现很多很多多数 刚才所长讲的 分享 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也是 就是智慧的分享 创业啊 投资啊 这方面智慧的分享 那刚才你讲到一个道 这个道 确实我觉得这个道 要入出不容易 就是未经一番寒彻骨 哪得梅花不不香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是这样跌到谷底 而且每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跌到谷底 也不是每个人跌到谷底以后呢 都可以绝地反弹 那夏淳博士 你自己有没有跌到谷底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自己悟出的道是什么呢 跌到谷底肯定都有 对吧 因为创业你就是应该说就是玩悬的 对吧 肯定是要把自己玩死 玩死很多次 基本上是从一次玩死到另外一次玩死 这么一个过程 成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现象而已 对吧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呢 是这样 就是说刚才因为 Diana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什么不变呢 其实应该从艺学角度 因为咱们今天讲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角度它不变的 这个变就是 就是这个不变的一个道理 对吧 它总是在变化中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变数呢 我们可能从宏观微观来看 这里面呢 我就想强调从这个创投圈 讲的一个 大家讲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呢 就是把握一个时机 一个timing的问题 因为它不管一个什么样的思维 对吧 什么样的思维 它还是有一个时效性 因为你要是特别超前 比如说从西方角度讲 就是已经把刚才咱们洞见这些事情 理的相对来说有点门路了 有点清晰了 那是在我出生的年代 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西方这个大陆派哲学 已经有了这个体系了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整个应该说 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陌生的 然后然后来八十年代 可能进入了这个文艺圈了 进入艺术界 就有Andy Warhol这些人 非常反叛搞了一些东西 那么进入大众视野 进入硅谷的视野呢 应该说是从Y8.0开始 所以我们一直讲 要研究硅谷的话 Y8.0是一个文化的 文化现象是一个文化运动 思想界的一个大震荡 开始了这些事情 然后在Y8.0的这个大的 思想的震荡下 产生了共享经济 一切一切 这是今天产生的这些结果 是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咱们呢 就是说把握这个点 那像我们现在 包括我就举个例子 身体力行 就我们做这个内向创新 内向创新呢 它的整个思维 是这个硅谷这些年 从Stanford开始提的 这个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维 那设计思维 恰恰就是刚才 吴总所讲的 我们就是从人性出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硅谷过去 大家在观察 硅谷自身的成长历史 在硅谷这个Web200之前 就这次文化震荡之前 全是技术驱动 就是你做芯片 对吧 做芯片我们说原来 做芯片像这么粗 一微米 然后现在呢 讲多少多少纳米了 现在15纳米了 一直都是技术一个一个 对吧 包括咱们这些很多前辈 都是这么技术 一代一代做下来的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 2003年 到2005年 出现一个大的短代 发现这个技术推动的 已经没有什么路可走了 对 而且这个很有意思 就包括像去年 大家让大家非常振奋的 这个AlphaGo 这个人工智能突然的兴起 那我们作为技术 技术内行 从技术这个 做技术的人来看 我们并没有认为 这是有任何突破呀 没有突破呀 AlphaGo仅仅是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这个20年前 对吧 我们是做并行计算 并行计算的胜利 并行计算因为搞了20年 现在 终于推广了 终于可以用在各个领域 用在人工智能领域 所以就导致了 今天这个算 下棋的时候 我一秒钟可以 算计你人一万步 对吧 比你人要快一万倍 所以是一个 计算能力的一个胜利 不是说人工智能的胜利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 硅谷它自身的发展 我们讲insight 或者讲洞见的话 它自身技术的创新 已经遇到很大的瓶颈 尤其我们讲IT的领域 IT的领域已经很大的瓶颈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很自然的 大家就从别的地方 要挖掘 就从人性的角度挖掘 人性角度 就挖掘更多的需求 所以您讲这个 乔布斯这个苹果手机 这个恰恰十年前 2007年 开始有 但它这一点 就挖掘得特别好 对吧 您刚才讲的一个事情 因为也是反映了当时的这个文化思潮 就05年 03年到05年 就是技术平平化 我们通过技术 怎么能把所有的事情 应该讲 总统能看到东西 对吧 所有人都能看到 总统能说的东西 所有人都能说 那Anew World Warp就是讲 每个人都是15分钟的明星 你可以讲全世界发布 所以那个年代 就是social everything 对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技术达到这些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design thinking 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思维脉络 然后推动大家 就是说你不要只看技术了 你要更多的去挖掘人性 挖掘市场 挖掘需求 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就跑到中国的这个地方的产业 产业我们去看了100家工厂 到工厂里面去找他们最最核心的 最最根本的 也是试图去冻结 它的这种最核心的需求 它的经济发展应该在什么地方 我们使劲 所以这些我也很认同这个 吴总您做的所做这个事业 对吧 因为这是挖掘很多很多 比如说咱们食品安全的问题 这些事情用精力怎么来做 这都是新的机会 它不是单纯从技术这个维度 孝生博士呢 他作为一个这个清华这个技术出身 然后又做投资呢 他其实是从技术 然后再到人性 再看到这个时机 那时机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昨天胡正明教授在我们这演讲 他在1979年的时候就发明了油电两用车 而且当时也是在美国的媒体做了大幅的报道 但在那个时代呢 这个根本就不成熟 没有那个市场让他去推广 不然的话他就是油电两用车的第一个发明人 那么只有到这个市场大的环境成熟以后才能够做到 吴总你自己在我听你讲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是乔布斯的粉丝 是吧 绝对粉丝 绝对粉丝 那么其实呢 刚才夏博士讲到一个就是时机 时机这个事真的非常重要 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讲的话 可以说每个时机都可以是好时机 你同意吗 对对一个企业家 尤其是对一个创业者来而言的话 就是说你能够利于不败之地 是你永远敢于承受失败 就是哪怕就是你有一个洞见 我把这个洞见呢 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商业模式推出去 可能最后成功的不是你 而是一个模仿你 或者跟你类似商业模式的人成功了 但是我只要有一个服于人类 服于用户的这么一个心态 那你可能最终你能成功的 你怎么理解失败 什么叫失败 失败 失败就是成功的最后那一步 失败是成功的最后一步 好 挺有意思 我觉得那个 其实要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没有失败 因为失败是你决定放弃的那一瞬间 对吧 那以漫长的人生来讲的话 只是一件事没有做好 或者说一个东西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发展的话 那个都不叫失败 我觉得是你自己终于决定要放弃的时候 那个才是失败 所以Innocence的话 如果对一个创业的人应该说是没有失败 我觉得 你同意吗 对 失败实在是成功的一部分 当然你无数次尝试之后 发现这个不行再试那个 那个不行再试这个 最后呢终于就找出了道路 但是我们今天讲洞见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因为洞见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在别人想不到的时候已经想到了 那么你就可以在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就做到了 因为你要看到看清就是破开现象 看清一件事情的本质 然后呢你能够抓住这个本质之后呢 能够预见到未来 那么刚才所长讲的一个就是你刚讲三大行业的这个未来啊 分享经济平台经济还有这个就是什么移动智能经济啊 和产生什么样的机会 刚才你讲了这个共享经济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共享经济 但你再讲到一个平台经济智能经济 可不可以给我们再深化一下 现在国内呢 这三大经济的特点都是数据驱动的经济 一下子吧 中国人有了优势 为什么有优势 这是一个手机 自动手机 信息化呢 有四个阶段 信息化 知识管理 社交化 和数据化 到社交化的阶段 就是人拿上手机了 拿上手机的 中国人一下六亿五千万人拿手机 买票 订饭 投诉 一个事情讨论 全是用手机 所以大量的数据 所以说 现在中国出现有三大 这叫识别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这些图像识别 都是一步中 都比龟虎厉害 为什么龟虎厉害 比如说 这个 菲特加加 他有两亿人 在用 这个 人脸识别 他现在在做一个事情呢 就是 人脸识别来决定 到银行 到银行取钱 取一万块钱 现在几乎 就是没有出脱 现在敢不敢用 中国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基本上是 很少有人有钱包 他们这些人都不要钱包 这些下股 连这个都不用了 就脸 手机都不用了 就脸 那就说明 但是一步步进步 这个进步干嘛 看起来大出去 但实际上是智能化 所以说 刚才他让我讲讲 我再讲一个叫 《猫眼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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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创业者呢 我们今年二月份 给他发布出 它是十二亿米基 六月份在开图场会 他就估值一百五十亿米基 为什么 他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龙头老大》 是中国最近 发布电影的票房 很多企业叫作假 他不用 他这个 一看他的 他的这个订票 完全 基本上现在 电影院卖票 已经几乎就没有了 电影院卖票的话 变成卖冰箴 爆米花 这么大的电影票 所以说 插线的 某种意义上 《猫眼电影》 就是说 在他手里 电影产业 从五百个亿到一千个亿 他现在说 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影评 早上这个影评好 这个电影哗就火 影评不好 就是他成了 能够在电影市场上 其中断 这是干嘛 就是平台 一个电影票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 变成了电影产业 说 还有什么平台 现在说 很多很多的 几乎 原来想 哎呀 这阿里巴巴 通讯 这不都做完了 还多 早知呢 每个产业都会有平台 每个跨界领域都会有平台 这个时候 说平台经济 在中国现在是 比美国发展好 为什么比美国发展好 它人多 它 不管什么事 都靠这个平台 所以说 某种意义上在中国 干什么事 做一个平台 这使大家很 很 动脑子的问题 第二个呢 流量 现在说 不知道这个 夏天怎么感觉啊 现在 做平台的话 就要求能 流量 对 比如说 你现在这个 有了十万年 你要这个融资 要四千万 虽然这种融资 别的不能说 你先说有的 流量 我四千万拿来 我能到一个亿 那投资人就觉得 你这个流量 有多大一亿 你到了一个亿 意味着什么 你把事说清楚 你总能到一个亿 所以 这个 所谓平台经济 所以 现在啊 说 中国人每个年轻人 手里这个手机 我到了 到了印度 我就 中国人现在没有 你买不到这个 非智能手机了 在印度呢 一半手机是 非智能手机 而且 给我开车的翻译 什么什么 很多人 是官员们才能用智能手机 一半人在用非智能手机 本来我觉得 印度人如果都能用智能手机 印度的经济 经济会很快爆发 现在 全世界 有中国这样 基础都没有 所以平台经济 现在说 智能经济 这也是 这是各个高新区 各个政府 重点抓紧 而且呢 智能 因为 这个智能 这个智能 智能经济 某种意义上 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什么 很多很多领域 但这里面的特点 也是这样 你能启动 大数据 不是说 从外出转来的 是自动产生的 你就能成功 所以智能 现在人无智能呢 所以说 在中国 现在也是一个 刚才我说 人乃识别 这个云云识别 最近 那个所 云云识别合肥的 这公司 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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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什么场合 马上就能演示出来 你完全想不到的 结果 这个 日本的硅谷都不可能做到 为什么 太多了 它底层的数据太大 对 太大 所以说 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 德国 人工智能研究很好 它没有数据 它还是 在这个 实验室 或者一部分人中 在使用 中国呢 一旦 比如说 五千个人 这个数据 然后 到了八千个人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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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 这个 能干的事 是原来在科研中想不到的事 马上提升一次 到了 十一亿人数 又提升两次 这个 人工智能可以说 某种意义上 在每个企业 在一层一层的 就是进步 进步的 和 在大学的 研究 完全不一样 是在市场中 靠着 无穷的大数据 来推动 中国的 技术数据 所以说 现在 说 社交化 现在是 对中国 大数据 到了 对中国来说 就是手机 到了 社交化 现在的结果 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 可以说 让中国 三个经济 可能一名世界 分享经济 平台经济 这么 如果分享社交化 是什么意思 这是 本来 是 G2 G2 至少中国 有助东信 不能说 我一切 挺美国的 我也有优势 美国也有优势 美国的创新 美国的政治 还有很大的优势 我 我 根据今天 这个 他的报告 都是一个 G2格局 世界 两大 多数生产地 这就意味着 这两大 都要说 在引领世界的创新 日本 说 很厉害研发 现在多数就一个 是孙中益的吗 不是 不是 孙中益的 孙中益的 好多数投资都中国的 现在 刚才说 让我说说平台 我说马尔天 想 帐的 多得很 我再举几个例子 和 到美国有关系 最近 一个小姑娘 大学没毕业 创办了一个企业 叫 儿童英语 在中国 加拿大 在一年之内 发展出来 一万两千个 英语老师 然后呢 在英国 在中国 教那个 小儿英语 迅速 三年之内 让这些 各个城市的 少儿英语的 这个 公司 没了 就都用他了 都用他 满云看好 满云马上就说 你只要 要是 变三句的人 听英语 我出钱 这个小女孩呢 可以说 现在估计 好几万个了 在美国 好几万个 美国人就业 挣钱 而且 这是给特朗普 一个很大理工 而且呢 现在他已经 五十亿美金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上海一些公司 叫 它在全球各地 让这些家里的 留学生夫人 到商场 去买东西 买了东西呢 就直播 有很多个案例 买了一口东西 回家 就忘了这个事 结果账行 来了十万多块钱 干嘛 买一件 他 别人买一件 按照自己买东西 买一件 他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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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后来 让好多这个 家庭妇女 没事干 就跑商场去赚 赚 看哪个东西 会中国人会买 现在全世界东西 都在 中国人买 美国人不买 这个是 他很厉害 很厉害到什么程度上 现在 做出来全球无流 因为这么个 一般的做全球无流 都很难的 他有钱 说一个家庭主妇到商场看个东西 哎好 如果怎么叫好呢 就是他买东西对价格 对中国家庭主妇夫人们先天的优势 比美国人要认真研究这个东西便宜 又好 后来 这个模式呢 是上海的传说 现在就活着不得了 而且 他就是有钱 现在 有一套无流体系建立起来 而且 有若干个 比如这个商场 他买个东西 这个 没想到 这么大的样子 让中国买回了 他就 后来 我这个不开了 就专门给中国 这样两个例子 我实际上是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的时候 那个例子多得很 我也用这两个来说明 中国 现在发展阶段 可以说 现在的创业者 刚一创业就回去话 刚才那个小姑娘 你叫什么 Tutor 这个 买手 都是 羊马 都 羊马 都 这个 市场 完全垄断了 那么很多电影制作公司 导演 演员 你想想 就这么一个平台 他把这个电影票市场 完全垄断 而且这个电影院 只能卖这个爆米花 卖这个什么 ice cream 来生存 所以说 这种形式变化之快 如果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洞见力 还在这个传统行业 按照过去的方式 过去成功的模式 要做现在的事情的话 可能你最终走下去的话 失败已经离你不远了 就是突然间可能是 煮青蛙一样 有一天怎么死都不知道 是吧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刚听了所长那些 我觉得 非常兴奋 你看一个平台 一个共享 还有个智能 那么 我们今天所处在 这样一个位置 像夏淳博士 你经常在两地跑 那刚才所长讲一点 就是说你跨境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 也是你在做的事 因为你在做投资 你到这些工厂去看 虽然它在这个行业 有很多年的历史 但是呢 你比它会看得更远 会想得更多 对吧 刚才所长讲到说 中国现在比较大的优势 这三个行业啊 大的趋势上 你觉得我们在美国 在硅谷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尤其是出于你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 或者我们在这样的 创业的角度 如何能够洞见到 这个机会中的机会呢 我这个是分享一下 这么来看 因为刚才所长讲的这些呢 是在中国现在特有的这种环境 就我们的经济环境 因为它有一个跟美国比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没什么包袱 所以您刚才讲到 首先我们没有信用卡 因为中国没有信用卡 那就造就了我们有这么牛的这个微信支付啊 对吧 这太方便了 美国有信用卡 对啊 就因为美国有信用卡 所以你这个手机支付就搞不定了 这个事儿 对吧 所以中国我们这个手机上的支付 对啊 对啊 下面有人脸更可怕 对 非常快 所以后面呢 后面我看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就是 就是也是我们自己所擅长的 就是技术 因为技术呢 在中国在过去呢 它应该说发挥的作用是 可以说没有什么作用 或者说大家 或者说技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技术我们就是开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技术可以成本很低啊 我可以开源可以拿来 对吧 然后我也可以这个很便宜的 因为中国的工程师也 在过去也是很便宜的 然后很多这些 而且不需要你自己来研发 拿一些现成的就可以了 那刚才王总长也讲到 像现在比如说人脸我们使用 还有很多地方像语音的使用 已经在很多从使用 Use case使用的情况下 已经超过美国 对吧 那我们对技术的要求 就逐渐在提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技术拿来主义 张主任拿来 已经是不可以了 所以这恰恰是我们看到一个机会 从投资上 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 从这个清华 我们在做意向创新 其中我们看好一个大的机会 跟您说的那个智能也是吻合的 就我们提的是工业智能 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 就是这个智能制造 对吧 因为智能制造有很多人玩概念 也把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也搞的就是说 就只是概念游戏了 因为它的确是我们可以从工业 这个制造业 从各个层次 对吧 从完整的把它梳理一遍 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智能化 我其中举一个例子 就我们去看工厂 每一家工厂一定都有15%到40%的女工 在做什么事情 就人眼睛在去看 你这个收场线做出来的一个一个产品 质量检验 对 我这个里面我收集了大量的视频 可以播出这个几个小时的片子 都是人在做这个事 那我们呢现在搞法就是说 我们人工智能 这个机器视觉 我们搞一个智力的人海战术 因为中国我们人多 这个各个院校 而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呢 已经普及了 对吧 我们就专攻这个一件事 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产业 马上从15%到40%的这个人力资源 可以换下来 然后让工厂呢 它的这个成品率 现在有的厂成品率很低啊 有的差到就是说 也就百分之五十几成品率 做到好的百分之八九十 是吧 这个可以大大提高 这只是一件事 就是很巨大的影响 用人工智能来这个替代 这个这么多的人 用眼睛去看啊 对 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技术 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 然后平台啊 这些都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美国的先进的技术 引进中国 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 那么 吴总你是 在中国啊 在早期就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 中国的这个 改革开放的变迁 那么从那个时候呢 在走到美国的时候 你能够动见到 以你来讲 在这样一个角度啊 你能动见到的机会是什么 我觉得这真是天意 今天特别感谢丁丁电视台和所长啊 和夏老师给的这个机会啊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国内呢 就是以国内为立足点 想在全球范围内呢 发起推动一个安全食品生态系统的 这么一个建设工作啊 到目前为止 按长城所的语言 纯粹长城所的语言啊 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道 已经掌握了道 但是能不能驾驭这个道呢 今天是觉得真是上帝一个礼物 就是说夏老师这样 要把硅谷发育的一些技术呢 要拿来为中国的创业者 创业团队所用之道啊 我现在恰恰就需要这些技术 你别人说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找到的一些 这个所谓洞见 或者说已经掌握的一些商业模式啊 就仅仅一个问题 就是我只要真正的把消费者 当成我女儿看 我就知道她需要什么 比方说同样是大数据业务 国内现在风起云影的所谓回溯技术啊 所有的这些大数据的应用呢 它的落脚点都是把权力交到原来的这些体系当中 或者是政府是购买者 或者说大企业是购买者 很少有人真正是替消费者着想知道吧 就是大数据的这个财富怎么样让消费者去分享 很少有人去考虑 为什么呢 没有人把消费者当成自己的女儿去对待 那我们掌握 我们把握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食品跟做别的行业 不要这一口下就可能会要人命的知道吧 轻则也是得病 得癌症啥呢 按说做所有企业都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食品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 要把消费者当成自己的骨肉儿女来看 这时候呢就产生一系列的洞见 我们这个洞见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环节都有洞见 所以今天特别感谢的就是 我们既掌握了到 既掌握了到 同时呢 也有数 下一步接着 咱们得要靠这个技术这一块 我们也有数 记这一块 咱们跟你嫁接好 好 一定 感谢感谢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这个洞见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洞见实际上是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合 一种合作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洞见就像说 你需要环境 需要一个时机 那所谓这个时机和环境 实际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产生的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 我觉得也越来越多元化 而且让我们大家有机会的 互相的交流 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洞见的不断的往前推进 在我们这洞见讨论快要结束之前 我们请所长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在新的经济下呢 如何去应用洞见 我总结 是总结我这次到美国 在波尔顿召开了三代流美科学家的全球史 在哈佛大学 在这个修尔顿和奥斯因讲两场 是中国三个创新故事 一个创业 一个IT 一个科技员 到硅谷来讲中间 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我把这一次 这是我第七次美国之行 我想呢 这次美国之行的核心是深化中美合作 是呀 中美可以 就像刚才周汉阳发布报告一样 中美是独角兽主要 就是全球创新是中美在引领 下部我要干什么呢 要把中国的伟大创业者推到 在美国一个平台叫西南偏南 我要这次就和他们讨论 要把硅谷的 不是 把中国的潜在独角兽 因为我们在研究很多潜在独角兽 推广到这儿 我也希望夏老师参与我们的过程 也把中国在硅谷的 对创业者的项目介绍出来 第二个呢 是要把美国的伟大的技术发明 我这次到休斯敦 我实在没想到 我建了五六个 这个项目我一听 就是比那个这个现在中国叫什么 那个 那个 不是 深圳人家公司叫什么 大疆 大疆 不是大疆 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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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说的多 而且很好的 就在休斯敦 我就和休斯敦领事馆商量 下部在要把在美国的 能改变世界的技术引导中国 对 要把中国改变世界的串打 影向世界的舞台 美国不是影向美国 是在美国走向世界 在中国走不向世界 中国还太在 比如这个到西安派南一演 是基本上就意味着 全世界的资源都能够在碰里面 我现在想 我的如果我现在六十多 我还能干十年的话 这十年中和丹兰和你一起 把中美两国科技引领世界 做得更深 这个想想都激动 因为中美两国 就意味着在引领世界 太好了所长 我相信不只是未来十年 因为你要现在六十的话 现在青年正青年 因为以后人类的这个岁数 应该就超过一百五十 对吧 我们以后将来都有机会 到那个时候 然后去实现这些梦想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之后呢 我们会留一些 这个大家互动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跟所长 跟夏淳博士来聊一聊 在这儿我特别谢谢吴总 因为看他的这个可爱的女儿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看到一个 这个创业的 单亲的这个父亲 他用他的爱 然后呢做了很多的努力 就是创业的跟他的生活 就是非常有情怀的这些呢 连在一起 不只是为他自己的女儿 也是为千万人的女儿和儿子 来做这样一些事 我觉得这个创业 才是创业的意义 就是我们做一件事 就先想想说 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我们为社会 为人类能够做到什么 那我们今天冻结的讨论会 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谢谢夏淳博士 王德陆所长和吴英吴总 谢谢 谢谢